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一直关注加拿大留学加拿大移民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2月14号发生了什么历史性的大事件 那就是加拿大联邦移民局将CEC经验类别中的所有移民申请27000之多全部一次性的捞起 历史上的最低的抽取分数线才只有75分 是不是非常令人惊喜的一个消息呀 这个消息一出一片哗然 有些人呢甚至会觉得哎呀是不是移民局的这个官方网站被黑了还是怎么样 是一个joke吗 但其实呢它真正的就已经发生了 其实现在想想真的是非常的暖心呢 因为在这次中最大的受益者其实呢是那些在疫情期间 荣然留在加拿大坚守在自己港外中的那些持有工签的朋友们 这次的这次所谓的大赦吧也算是给大家最大的一个鼓励和慰藉了 所以说我相信还是那句话吧是金字总会被发光的 这个大家的努力和辛苦终于是被看见了 我们在抓住了某一次的机遇或者是赶上了一辆特快列车 搭上了移民的这条路固然是好的 但是呢在我们不能明确的预知未来的前提下 我仍然坚信能够找到一份自己喜欢呀 并且愿意坚持去做的一份工作 让自己呢发光发热证明自己的价值呢 才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呢如果你想通过留学来移民加拿大的话 还建议大家呢在选择专业中一定要仔细的考虑 它的未来发展方向是最为重要的 我在之前的视频中呢讲到了非常多的来加拿大留学的医疗相关专业 这些专业呢有所不同 他们的入取标准与有细微的差别 但是呢所有的这些专业中却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都需要大家再提供一个post admission requirement 这个post admission requirement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理解为在你拿到一个专业的入取通知书 你的offer之后 在你入学之前或者是呢在你开始实习之前 另外再需要提供的一份document 还有一个另外的requirement 需要你去达标的 如果你不能满足他们的教育这个条件 不能达到这个标准的话 那很有可能会影响你的实习 影响你顺利的如期毕业 这个呢其实并不仅仅是在医疗相关的专业中有要求 像学幼教呀学人文社会这个服务类的同学们呢也是有可能会被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的 这些信息呢其实大家最直接的可以找到的一个点那就是通过你的入取通知书上找答案 所以说在大家拿到入取通知书之后吧 千万就不要只顾着开心了 觉得哎呀我入取通知书拿到了 我的学签拿到了 我的出国留学这个计划肯定就是完美 perfect 但是呢如果你忽略了这些点 有可能会影响你未来的顺利留学 所以大家一定一定拿到通知书之后 两到三页纸的这个文字信息真的是字字千金 千万不要忽略 所以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临床相关医疗专业的Post-Odematary Requirement这个部分 它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呢就是主要针对大家实习这一个部分的要求 叫Clinical Placement Permit 临床实习习可证 这个名称呢在每个学院中会有一些些思维的不同 比如说在发沙学院的话 大家可以找到的是Clinical或者是Field Placement Health Process 如果要是乔治亚学院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是Clinical Preparedness Permit 如果要是在钢班学院的话 大家可以直接搜索Clinical Placement Eligibility来找到相应的信息 尽管呢会有一些名称上的不一样 但是大家会发现都是围绕着Clinical Placement 所以说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 这个Clinical Placement Permit到底是个啥呢 Clinical Placement Permit 顾名思义临床实习许可证 我们这里呢先来关注一下Placement实习这个部分 我们知道很多的相关的医疗专业呢 都是内涵自带Placement 既然是自带那就是学校呢会帮你去找去安排 帮你分配了这个意思 和我们所谓的一些专业含有实习什么担心实习co-op 那个是不一样的 那部分带有co-op那个部分是学生们需要自己拿着简历 在到market里面去找的 需要你去赢得这个实习的一个机会的 那既然呢是学校来去帮你安排 安排的呢还都是相应的医疗的这个position 相应的职位的话 那真的都是实大实的医疗机构 医院呢养老院呀诊所等等 教学肯定是很重要 但只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呢是要对这些医疗部门中的这个患者负责 所以呢安大略省的法律呢就明确的规定指出 凡是进入到医疗体制这个实践的人员 像无论你是正规的员工也好 医护人员也好 还是实习的同学也好 一定都要严加监管 而监管的方面就主要体现在这个意志的permit上面 这样的一个许可证上面 尤其呢是针对我们进入到相应部门实习的学生来讲 这个permit呢也有很多同学 会不自主的就和work permit搞混了 就会觉得work permit好像就是我在入海关拿的那一纸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clinical placement permit 其实哎呀听上去怎么能一样呢 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里呢再给大家捋一下啊 co-op work permit是我们在进入加拿大 在边境和学间一并拿到的另外的那一张A4纸work permit 这是允许大家呢在加拿大境内可以full time来完成你的实习小时数的一个工作签证 这个签证呢是大家在申请你的学签的时候可以一并申请的 它就是那个表格上会有一个小选项 问你要不要apply at the same time 如果你要是打对勾的话就会一并处理了 有一些中介也好或者是学生也好 自己申请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 所以就忘了 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小伙伴觉得 哎我的专业是有实习啊 有placement或者co-op 但是我为什么没有拿到这个work permit 在进海关的时候 那他会觉得哎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但其实呢也有可能是在申请的时候 没有打那个小对勾 然后海关也就觉得直接就给你学签 你就进来了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是这种情况的话 建议大家呀可以适当的在 可以默契默契officer看看你的运气怎么样 你可以跟他说我的这个入籍通知书上 有placement有co-op要做 我需要一个work permit 可不可以再帮我 嘿嘿能不能现场的申请一下 虽然我之前没有一定申请 如果要是大家运气好的话 officer不太忙的话 也就可能会拿到了 但也有一些情况是就觉得 哎呀太忙了 officer也不想说是在多此一举就觉得 你进入到这个境内在自己申请吧 确实是大家的进入到境内呢 是可以再申请的 如果你要是在边境没有墨迹成功的话 也可以在第一学期开学之后呢 立即申请 一般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的 因为很多大家的专业是第一学期 只是一个in class或者现在online 第二个学期呢才涉及到一些临床的实习部分 但是确实有小部分的同学会在第一个学期就有几个小时的临床的实习了 所以如果大家是要忘了申请你的work permit的话 会对如果你要是第一学期有实习会对你有影响的 而且影响可能会大到你未来要需要在一个semester或者甚至两个semester去补你的实习 就延期毕业呗影响会比较大 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从一开始就要对自己这个专业的事情上上心呀 能提前申请的能早做的能拿到手的一定要先把它拿起来 不要等脱靠等到最后到时候耽误的还是自己对吧 我们再回过来说一下这个clinical placement permit 它其实呢是相应的你的实习机构要求大家提供的一个证明 这个证明呢就是主要是几点 一个呢是大家肯定要遵守相应的你的这个医院啊 养老院的实习制度呀 法律法规呀对吧 这些呢都是大家在实习的时候 你的实习老师会着重强调的 还有两个最重要的呢就是大家要证明你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你不能有前科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健康免疫记录证明 要证明你的身体健康状况是良好的 说到这个健康状况的话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在申请期间的时候 是有一个这个medical exam的对吧 那个的报告或者是相应的收据也好怎么样 大家一定要留好 可以未来会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及时的出具一下你的当时的体检报告 这个呢是我现在突然想到了一点 所以说到这个刚才的这些required documents 我们是要提交给学校的 有一些学校呢其实他就把这个任务外包给第三方了 第三方的一个机构来收集大家的材料 帮大家审核去评估你的状况 然后给你一个promit允许你去实习 像范莎的话他们有一个第三方的实习叫paramad 乔治亚的话是synergy这样 因为有了第三方的一个摄入 所以呢就会导致这个过程呢就会变得异常的严格 因为我们知道你通过了就是通过了 没通过就是没通过 如果要是你没有拿到第三方给你的这个promit的话 哪怕你明天实习但是我这个tp test的今天做完后天就能拿到结果了 你学校也是觉得sorry你没有拿到就是没有拿到 不能让你进入实习就是不能让你进入实习 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啊 这个走后门啊 说情啊通融啊这样的一个心态了 这个是没有用的 因为有第三方的设计的话 那就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归根到底呢还是希望大家就是要提前抓提前料 千万不能说哎呦我忘了不小心错过了 我不知道啊没人通知我就这些就是耽误的还是确实就是自己吧 一定要抓提前料提早的来把这些文件呢都准备好 然后尽快的拿到一个promit 大家要知道要有一个clinical permit是需要你自己提前去准备的 而需要提前准备的这些材料呢我们在国内现在还没有出国的小伙伴 打算出国马上就要走的 在国内能够准备一些什么材料呢 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些document 如果大家有的话尽量还是要带过来 嗯会之后方便很多 首先第一点呢那就是immunization 建议大家呢这个疫苗的免疫记录状况呢还是能带就带过来的 如果要是没有那种中英双语的 那建议大家呢可以做一个翻译做个公证再带过来 我当年其实不知道 过来之后因为呢学校有这个promit的审查 需要看你的记录证明对吧 但我又没有什么提供的 那没办法呀人家也不能说是你说什么人家就信什么对吧 抽血吧就无缘无故抽了很多的血 检查看你之间呢有没有抗体 如果要是有一些看不出来的或者是觉得过期了 我怎么样的那你就补打 我就补打了好多针 莫名其妙的挨了好多的疫苗 当时听到医生说这种挨疫苗很多的副作用啊 一步吓得好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就生怕自己挂在这边 因为毕竟出来栽档嘛人生不熟的 在这边打人家国外的疫苗 觉得呀是不是人家死状啊 我这个小小的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了啊 就比较的恐慌担心吧 如果大家不想这个多打那么多疫苗的话 那有这个疫苗记录的话还是建议呢 能带还是带过来 这个学校的clinical placement format上面呢 主要就会看大家的这些疫苗记录情况 如果你现在呢有这个打过疫苗的小宝贝 我们可以拿出来来比对一下 看看你到底有没有打过这些疫苗啊 首先一个呢就是Miso, Smux, Rubella,麻疹,流行三线炎,风疹 还有Varicella,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Chickenpox,水痘 还有白白破,国内的这个百日壳,白猴,破伤风 还有Polio,洗澄灰质炎 还有Hepatitis B,乙肝 还有这个TP test,Tepiculosis testing 这个肺结核的一些检测 还有FluShot 如果大家呢有这些记录的话 应该是最好的了 在这边呢学校会给你一个表格 大家呢就是需要拿着这个表格 再结合着你在国内的这个免疫记录证明 去找医生 医生呢就会看你的这个情况 他如果觉得你国内的这个好像是真的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他就给你签字了,算是通过 如果要是觉得你少了这个 需要再不打什么的 他就会帮你安排 然后给你打,打完之后他再签字 所以一般情况下 如果大家在国内疫苗打的就是非常好 然后证明也比较清晰的话 一般在这边的朋友 只要自己再多打一个FluShot 就每年都会打的 然后可能的话再做一个TP test 再做一个皮试呀 或者是拍一个胸片 基本上呢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Immunization是medical requirement 除此之外呢 让我们再来说一下non-medical requirement 这个呢主要就是包括一个CPR Level C的一个certificate 还有一个standard first aid 就是心肺复苏和紧急救护 这两个课程呢其实就是一起学的 我记得是在一个周末两天就学完了 学完之后呢立即考证 考证呢三年有效期 之后呢如果要过期了 大家需要再renew 如果要是第一次上这个课的话 大概的费用是在160加币左右 不到200块钱我记得 如果要是就是一个单纯的renew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课程 支持的一个refresh 就非常快 价钱也是减半的 大概80到90加币左右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课程 到底哪里可以学到的话呢 学校是你获取信息和资源的 一个最佳的途径 你的program coordinator肯定是知道的 你可以呢去跟你的学校联系 除此呢如果你要想 自己获取一些信息呀 提前了解提前学习的话 你可以搜索一下 加拿大的红十字官网 你可以输出关键词 CPR Bender for State 来找寻相应的课程 这个课程主要就是教大家 如何应对紧急的突发情况 比如说你在大街上走着走着 突然看前面有一个人就昏迷了 一时不清了 那这个时候 你作为一个有证的医护工作人员 应该怎么办呢 你可能绕别啊 赶紧你去打911 你去拿那个除产仪 我来安排体位 开放气道 清理阻塞物 心肺按压 然后人工呼吸 然后重复 然后再出颤 这样一套下来 就起码能达到一个 第一时间救护的一个目的了 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些 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老人的抽叶呀 就是吃东西卡住了 应该怎么办 小孩子呢 应该怎么办 还有一些其他的特殊情况 就是溺水啊 场景怎么办 紧急的这个火灾情况怎么办 这个都是需要大家有一个临场的应变能力 这个呢 是大家在这两天的课程中需要学习到的 考试呢 就是学之后立马就考 现场考 而且呢 是当着所有人面考 然后现场呢 有一个模拟人 老实在边上看着 然后呢 你是要边做 而且要用英文来边说 把你做到的东西都要说出来的 这些是比较对口语还是要求比较严格的 这个呢 就是我当时在上课的时候 收到的这样的一个教材 所以对于这种边说边考试模式 不是很有自信的同学们呢 也可以适当的先网上查取一些相应的资料 先学起来吧 但是呢 我的经验告诉我其实没有那么可怕那么难 两天的训练再加上一个晚上的突击 考试不难的 没有问题的 相信你可以的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呢 那就是 Vulnerable sector Please check 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无犯罪记录证明吧 每一个当地的警察局都可以帮你办理的 一年有效期一次大概是40到50加币左右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大家在居住地啊 你在安省的那个地点居住的时间太短的话 短于一年 有可能人家警察局就没有什么记录可以帮你调取的 所以这里呢 建议大家在国内也开具一份无犯罪记录证明 而且公证之后带过来 这样呢 做到一个很好的无缝衔接 我会觉得很大程度上可以给大家解决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这个呢是想强调的 另外有三点呢 这里快思的跟大家过一遍 谢谢大家呢 不希望大家做任何的准备 只希望大家就听一下 大概知道有这么回事 因为学校会帮你安排 或者是你的实习单位会帮你安排的 你只要进入到课程之后 跟着你的学校老师走就没有问题了 一个呢 那就是Mask Fit Testing 非常简单 就是我给你拿几个型号的口罩 然后看看哪个型号适合你 然后呢 你觉得这个舒服了 不落气了 那人家给你发一个certificate 非常简单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的在workplace上面的一个 WHIMS Workplace Hazardous Materials Information System 对 就是你要了解你的这个工作地点 有没有一些化学性啊 复制性的这样的一个物品什么的 就是要了解你的周边的工作环境 有没有什么隐患啊 有没有危险地方啊 对吧 什么地方能去 什么地方能碰什么的 这些 说到安全 还有一个就是 Labor Worker Safety and Awareness 这个呢 就是劳动法了 对吧 了解你的 你的权益啊 这个劳动法的保护权益啊 这个方面的这些信息 基本上就是你要看一些小视频 然后再一些PPT 然后简单的打几道题 就可以拿到这个Certificate 这个呢 学校或者是你的实习单位 都会帮你安排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啦 好了 说了这么多呢 希望别给大家弄凌乱了 这里呢 就简单的再给大家总结三点啊 就是第一点 大家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 一定要仔细的阅读每一个字 三页纸 或者是更长的录取通知书 一定要仔细阅读 了解呢 它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信息 或者是其他的condition 需要你那去满足或者是提前递交材料 第二个呢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建议大家呢 要把国内的疫苗免疫记录公正 然后翻译之后带过来 还有一个呢 就是无犯罪记录证明 这个呢 也是需要带过来的 哪怕你现在是临床上不需要 这边就啥去帮你开了 但以后未来你如果要是移民的话 也相信呢 会帮助到大家的 所以呢就这两份文件 希望大家可以提前的在国内 准备一下带过来 不会到时候什么讲乱吧 好了 今天呢 这就是我视频的所有全部内容 我是海大利的白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